好,看出吧 今天的几个任务 先来一个 咱们上一刻已经 那个图打开了 那图是 六频道 对 一直没在频道上 消费者也晓得吧 对吧 HPS消费者 然后他是把数据消费到哪去 消费到这个HPS的集群 是这样吧 然后咱们也做了这个Collog的支持能程序 然后Floom也配合了 对吧,实时收集 那么收集完以后呢,他进到HPS集群 集群的话是在Hydro集群之上构建 对吧 外部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出了一部分 对吧 外部的话咱们现在是查询全部了 是吧 完全部 那么我们现在要查询按月 当月清单 或者说几个月 月之间的清单 我们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首先想到什么 就是按月份 是吧 按照时间段 按时段 查询通话记录 按照时段查询通话记录怎么实现的 其实这里边主要是负责跟谁交互 是不是HPS交互 对吧 HPS交互怎么用的HPS是什么 是不是scan的 在这里吧 我们用的是scan 那么这里边如果要用 再用scan的话我们就不能全面扫描了 对吧 得用什么 是不是得设置起始行和结束行 对吧 所以设置start什么 start row 再加什么 unrow 对吧 设置起始行和结束行 可以的 核心思想是这个 但别忘了 起始行和结束行 我们怎么设置 因为我们在HPS里面设置的这个Rookie 它的格式是这样的 第一什么 是不是哈希号 对吧 然后动画分割以后又加什么东西 是不是加的是一个call id 对吧 这个call的话也可能是主教 也可能是配教 对吧 好 那就是call id 然后又加什么东西 是不是又加的是一个 加时间 对吧 这个时间的话是不是涵盖到年月日 是十分秒啊 对吧 对 那是时长的 对吧 然后它之后又是什么 是不是呼叫类型 对吧 呼叫类型又是什么东西 就之后又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这个call time call吧 对吧 然后再动画再加什么 再加duration 是吧 那么我们说 我在页面上 我画一面 我在页面上有一个表单 对吧 那么这里边通常会给出什么 给出 比如说你到营业厅是吧 你到营业厅去查询化费清单 查询通话详单 那么你通 查询通话详单 它肯定得知道你的什么 你的电话号码 对吧 电话号码 所以电话号码得在哪 得在这 对吧 还有就是起始月份 就是哪月份到哪月份的 对吧 所以起始时间 还有什么 还有结束 对吧 结束时间 或者干脆给你几个月的 那么这些都得是什么东西 是文本框 对吧 它都是文本框 然后后面再附加一个查询按钮 对吧 查询按钮 当我在输入完之后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我一点击查询 那么它会交互谁啊 注意这是什么程序 这是我的浏览器里边 对吧 这是web浏览器客户端嘛 比方IE 它一点击查询 它要把这个请求发给谁 是把它发给我的SSM嘛 这是我的这个web程序嘛 对吧 不 web程序 那web程序的话是不得 由这个web程序来处理 那咱们是不是得有一个控制器 对吧 交给分发器 分发器之后 再找到这个请求处理器 找到这个处理性色 由处理性色 再找到这个控制器 那么咱们这个控制器 什么就是 是不是就是一个call log control的 control的 对吧 由他去查询 那么他查询的话 他得去 他得使用什么API 是不是使用hbase的API 对吧 他使用hbase的API 那么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就在于这两个之间的什么 是不是月份 对吧 你要把这两个之间的月份 月份这个值取出来 然后去构造什么东西 是构造我的roll key吧 对吧 因为roll key 经过他hase之后是变化的 那里吧 是变化的值啊 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值 OK 这是一个分析的过程 那么咱们具体实现的话 我们先做简单的吧 就从前端开始实现